日治时期,泰雅族有一个沙韵之中的传说,描述一名叫做沙韵的少女,在暴雨中赶路而落水。 70多年之后,作家林克孝追寻这条古道,也不幸坠落山谷。 歌仔戏小生唐美云和新媒体艺术家黄新健合作了科技剧场。 他们改编这两个故事,他们使用电影常见的动态捕捉,还有3D投影技术, 让演员可以同时跟投影画面互动,用多媒体的科技剧场带观众走一趟沙韵之路。 舞者在台上展现曼妙身段,一个人看起来却不单调, 因为荧幕上投影出搭配着剧情如梦似幻的画面。 把多媒体互动艺术和剧场结合的,是新媒体艺术家黄新健。 其实它是一个很,视觉上面看起来是很质朴的, 但是那个质朴其实是用非常多的这些科技去把它堆砌出来的。 这次的这个所谓多媒体的这个合作, 其实是必须得要我们演员本身自己得要去结合多媒体的呈现。 黄新健和歌仔戏小生唐美云合作表演, 改编日志时期泰雅族历史事件《沙韵之中》, 以及作家林克校追寻沙韵古道的故事, 并以信乐手法讽刺殖民统治的荒谬。 这个跟一般的表演方式其实很不一样, 就是演员当习惯了,我们总是会习惯说, 我表演的时候观众的焦点目光是在我这里, 可是反而是这种方式演出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希望观众把这个焦点跟精神是放在这个多媒体设计的影像互动上面。 全剧透过即时肢体感应装置,捕捉演员们飞舞的身体, 产生互动剧服动画, 在舞台上将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时间的画面一次呈现。 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的阅读它是一个全面性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演员他是表现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可能的一个人物, 但是影像上面是表示他的想象或他的梦境或是他的精神世界的部分, 所以这两者必须要是并重的。 用音乐作为时间主轴结合科技跟表演艺术, 用互动影像说出台湾的故事。